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斯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鈴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們IG FB和Twitch 好 我們繼續遊玩守護者之間外傳無盡的宿命 然後我們上一集幫助烏烏打敗了 就是侵略他們國家的蛇妖 那小聲跟烏烏一同去冒險去了 然後途中經過一間溫泉圖案的屋子 那既然看到這個溫泉圖案代表什麼呢 欸 代表就是泡湯啊 泡湯會有什麼畫面呢 那我們看下去 嗚嗚 你說這黑板上畫的是什麼啊 是 是地圖 你看 呵呵 好 右邊是房間吧 左邊是溫泉 好 最精彩的來囉 哇 是溫泉啊 第四張 夢魘 完了完了 我覺得一定會被ban台啊 天啊 OK吧 各位 OK吧 各位 可是有遮 遮到點點啦 OK啦 好 唷 來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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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你只要肯纏黑死病 一律除死 這 的確是挺不忍道的 然後這些造型都是有特別研究的 URL 有興趣大家可以看 看一下以前的那個 就是以前 黑死病盛行的時候 醫生都會帶成類似這樣子的東西 這是殘忍 神明告訴我 現在我們的村子有惡魔傳入 哪一人 把他給抓起來 糟了 快躲進來 我知道有沒有得得黑毒病 為了他們要抓你了 黑 黑毒病 什麼 你不知道什麼是黑毒病 難道你是從前上大陸來的 我 我懂了 我是身處小禎時候的世界 難怪我什麼都不了解 原來這裡的一草一木 都是小禎心裡的景象 可是這黑毒病 跟小禎有什麼關聯呢 還有 我要如何找到小禎 然後把他喚醒呢 大姐姐 你怎麼了 小姐 你叫什麼名字 那我自我介紹吧 你不覺得眼前的人很像小禎嗎 反應太慢 慢半拍了吧 嗯 平時裡面 握上的黑毒病 還有一桶 進去抓人吧 糟了 怎麼了 然後這小女孩也得了黑毒病 我不小姐 可可我幫我一個忙 等他逃走 對 從我家後門逃走 接著又看到影片 黑色雲野 把我女兒 帶到安全的地方 我會找機會出去 找你們會合的 沒問題 快帶我走後門吧 可以回去嗎 可以回去嗎 好 走後門 應該這裡吧 魔力之鑑 魔力之鑑給小禎 不是不是 給烏烏 畢竟你那是靠魔法 這也非常的偏僻 應該很安全 那姐姐 我又沒有做壞事 他們為什麼要抓我 因為他們都是壞人 以後你不要學他們 我知道了 對 小妹妹 你叫做什麼名字 我叫做小禎 小禎 真的是你 怎麼會 我記得聽小禎說過 怪他生事的事 好像不像這樣的啊 難道這裡其實虛幻 都是假的 都是小禎心裡幻想的吧 到底這小妹妹 就是小禎嗎 但是小禎死亡在世界中 怎麼會充滿了這麼多矛盾 大姐姐 我頭好痛 糟了 你會不會發燒了 我好想喝水 好 你乖在這裡等我 好 我就幫你灶點水喝 一定要在這裡乖乖等我回來哦 好 不要亂跑 這裡有水太好了 原來你在這 我女兒呢 快跟我來 他在附近上鬥裡 OK還要戰鬥 好 可能想再喝下水吧 小禎 小禎 你沒事吧 我沒事 因為有帶姐姐照顧我 小禎很聽話 今天她自己 快照顧自己 小禎 我說的 說的對不對 嗯 好感人的畫面 一直做到三個惡魔 神明 果然有在庇護我們 可惡 你們這些邪惡的人 怎麼這麼詭異 哈哈哈哈 我們 我們這些人 我們哪些人啊 這裡只有我啊 哈哈哈哈 你上當了 糟了 我把虛幻 當成是真實的 哇 這被抓起來 哈哈哈哈 我越來越好奇 究竟這傻小鬼的心底世界是怎麼樣 哈哈哈哈 這個清楚小禎心裡的魔物 真是可惡 聽著女人 我給你一次機會 以往我常黑毒病患 都是要被處死的 但是 我都身為抹青的你 能親手殺死化成惡魔的女兒 也就證明 你有徹底頓悟的覺醒 那麼 我是可以饒你不死的 快說 快 我還好奇 我想知道她的心裡 這如果全是她的母親的 村長大人 我錯了 我以前真的錯了 你 你說什麼 就是村長大人 給我一次自信的機會 我願意以殺死母親生女兒 作為自信的見證 嗯 嗯 媽媽 你真的不要小禎了嗎 小小禎的媽媽 沒有名字 她就叫媽媽 哈哈哈哈 我馬上替你鬆綁 好 老實說 老實說 所守者之間他們的戲劇圖 老實說做的 版本蠻多的 應該小禎還在 不 窩窩 還在 就是 有一些細節 還不錯 為什麼要這樣子綁啊 為什麼要交叉綁 精变台 我來不及了,快走吧! 媽媽! 天吟,你來做什麼? 哼,你管得著嗎? 莫非,你對這小鬼,有好感? 廢話少說,我只看不慣這種,欺負他人心裡的邪惡新聞 邪惡,怎麼會呢? 在他人內心深處窺視,結果改變他人心裡,成為我們的朋友 這不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嗎? 我先幫你打出小禎的心裡,然後宰你這惡徒 那就要看你找不找得到我 媽 小禎,以後要乖 這會是真實的嗎?還是一場夢? 恐,恐怕,恐怕是小禎的,小禎的夢罷了 小禎,媽媽以後不能陪你了 這個鈴鐺,送給你做紀念 不要,我不要你看媽媽 小,小禎,醒醒喔 啊,小禎,你回來了 小禎清醒了,那麼這夢境,所有的虛幻都會消失了吧 對,除了那生長小禎內心的布萊伊特 不,媽媽 媽媽,不要離開我 你,你小禎的媽媽 都是虛構的啊 媽媽 為什麼我沒有媽媽 老實說這段劇情很趕的,但 這些的故事都是假的 不是真實小禎的媽媽遭遇的事情啊 但我覺得這邊 外傳這邊描述我覺得非常好 那小禎心地 一直渴望有像這樣的媽媽 呃,跟大家科普一下 因為一代我們到時候會玩 小禎的媽媽在,應該說 小禎是被爸爸 把... 扶養長大 欸,是爸爸嗎?還是義父啊 這有點不確定 這是酒館的老闆 然後把小禎扶養長大的 小禎 我們快去把布萊伊特 趕出你的心底吧 這邊情緒收拾得有點快 OK,好,就是這樣 小禎 你如此迷惠我 竟然讓我 讓我能在你的夢中出現 為了為你服務嗎 反正就是 他出現我是挺意外的 應該吧,魔物應該可以隨意進出吧 欸,這邊都有了 新枝花,新枝花比較重要 我把布先賣賣 阿把布先賣賣 清醒之介 不要,不要賣 好,這張 哈哈哈哈 天羽 你真是不簡單 儘管為了一個人類的女人 背叛星卡大人 哼,不用你管 我現在只想解決你 可惡 你這個木頭魂長 你這個木頭魂長 心卡絕對不會原諒你的 他其實血量蠻多了 好,溫馨用救急強行技 我記得打他打蠻久的 這是他們真身阿 他們真面目就長這樣 我知道,我知道可以先打好 我忘記了 我忘記,忘記先打 我忘記了 哈哈,貓女忽視 下最大 寬陰戰 再差一點點 我們看到現在會鬆鬆的感覺阿 是因為是用插那個 我現在是用 Windows 95的模擬系統去玩的 這會稍微對一點點 沒辦法 帥 魔法正點炮 對啊我用來95 好這樣應該可以慢慢把他打死 好 呃有一個有一個模擬器的方式是 這是架一個作業系統啊然後再用 那個光碟的光碟去灌 可是要燒成ISO檔 就可以了 會比較麻煩啊這個會比較麻煩 這個沒有一點城市基礎的人 要弄應該蠻麻煩的 哇這個傷害夠多了吧 呃呃呃呃 好 噢這影機 反正就是一個反正就是虛擬作業系統啊 這張打才1000滴喔 這麼少 額 胸部 好 打超久 打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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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巴 你来的真好 救救我 我就快要消失在这世界上了 布莱伊特 那你就消失吧 我只是负责来带走他的灵魂的 反正你擅自带走新卡的人 就得死 你一定很希望 让我带走吧 但是 你 你是 我就是死后世界从 隐魂远续的人 你的死后世界 充满了悲伤 与悦恨 不如 就这么离开人世吧 我带你到全新的世界去 我 走了 公会一会 两位 小真的灵魂走了 他死后的世界 也结束了 那小真的身体 怎么不见呢 刚刚 我记得沙巴把小真的去带走了 什么 仙卡早已得知小真的身上 常有无尽之药 所以他诱惑小真 前往无尽之城 无尽之药 无尽之城 到底是怎么回事 唉 端马是你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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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吗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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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vorites 第五章誘惑 第五章已經快結束了 什麼話都沒講 然後我就被送來了 小時候覺得還好 可是長大了在看 這邊的劇情實在是 講得太快了吧 好啦就這樣